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华县力儿童弦乐团 一个例行性的音乐会 那我想我们要特别强调了 在节目的安排上 我们以古典通俗化 这样的为主题 为趋势下 那我们这样可以 让我们的县民朋友 比较能够接近古典音乐 这样一个生活 古典音乐的欣赏 能够让县民朋友了解音乐 了解这种声乐的艺术 声音的艺术 然后进入来文化创业产业 这个阶段 这是我们一个最高的目标 希望有助于我们的县民朋友 对于一个音乐性的文化产业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也能够做更进步的发展 祝福大家 也欢迎大家来欣赏 我们这场12月16号 在彰化县政府礼堂 16号下午3点 在彰化县演义厅的一个音乐会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诚实的邀请我们的乡亲 共同来参与这次的音乐会的活动 在我们的园林演艺厅 12月16号下午3点 我们的彰化县的音乐教育 在全国来讲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那特别这两个团 也是全国各县市最早成立 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的 那所以这几年 我们整个艺文教育的成果 算是非常非常的辉煌 非常有成就 那小朋友的学习 在全国性的各项比赛里面 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这次我们透过这样的音乐会 把这些年来学习的成果 展现给大家共同来欣赏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共同来支持欣赏这次的音乐会 再一次非常谢谢我们的长官 外边以及我们的教授 还有我们的新乐团 本新乐团今天带来精彩的演出 谢谢你们 谢谢